根據確診個案數以及疫調的足跡分析 由111前災型數據分析出來 找出高風險的熱區 像板橋有12個里 中隔有8個里 我們找出熱區以後 我們就要設熱區防疫中心 搭配機動篩檢站 以及人潮積極的大賣場 市場加強人有反抗 全面大傾銷 並以行動的先導 加強所有的行動的密度 希望民眾能夠低度活動 以及希望所有的商家 能夠配合的 我們盡量配合暫停營業 讓我們的低度活動 能夠在熱區裡面 因為民眾的配合 有效的控制疫情 我們對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其實我們今天旺華 這樣的一個情境感染 可是我們跟國外的數字比較起來 我們還有很遠的差距 所以我們台灣我們自己要有信心 特別是新北市 我們一定 我相信新北市一定可以下降下去 因為在國外的數字 通常在美國是每10萬400 它是一個這個數字 跟他們還有很大的差距 那我們現在旺華的一定風險是 就是我們看到的 從這個他的情境危險 出來的那個7億的危險 就是10萬分之23.3 那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上限跟下限 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今天上限就是最危險的 下限是最低的門檻 所以我們通常會拿下限的東西來看 也就是你看到的這20.7 就是我們的下限 我們不能夠讓風險超過這個下限 因為我們如果讓這個風險超過這個下限 我們就知道這個GC會往後 會繼續爆發流行 那我們如果把它壓在這個下限之下 我們就知道不會 那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大家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數字 其實CDC的這些確診的數字 他跟你們送出給他的這個數字中間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delay 這個delay的目前我們也大概了解 大概有3到5天的delay 而且根據各縣市不一樣 人口數越大的delay越久 因為他送出來量數當然就多嘛 那所以或者是你跟接觸DC的人 接觸人數接觸客案越多的人 他當然送出來等的PC 所以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其實是要再去校正說 我們到底你們delay的時間是多長 我們才可以做完全的預測 因為這個是目前來講 所以CDC現在目前在整個中央指揮中心 所報出來的確診數字 為什麼在幾天之後 他就會慢慢又呈現高峰 那這個其實 那這個就是整個篩檢站的分布 那我是說 我們如果配合這個前面的確診割案的風險 再配合我們現在每天 逐步的這種陽性率的這樣的一個調整 那我們就可以慢慢去調整 有些篩檢站陽性率比較低的 比如說這個土城長根那一點 要嚴格的去監視他 是不是真正有抓到真正有效接觸 陽性率如果偏低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檢討一下 因為如果跟欠的格案 前面那個怕欠的格案對不起來 那表示快篩篩檢站要趕快做調整 表示抓到了這個接觸的地位 接觸者這樣的一個人數 可能不是正確的 那這個就是我想 我很敬佩新北市可以把這些 快篩篩檢站設定出來 我想對這個監測上面 以及我們跟中央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確診時間的這種幫忙 是不是會有幫忙